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单纯 只是一种偶像崇拜 人们不断地挖掘 试图想从中找到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 从而得到升华的方式 广义的道教有修持内担的 那是把人的肉身当作先天炉顶 用意念来导引身上的气息 通过吐纳 存详等步骤 长时间地修持 达到一种身体健忘 精神焕发的境界 也有修持俘虏的 他们广泛地主持 参与各类祭祀 祈福活动 希望通过积累功德来提升自己 还有持宅守戒 为人诵经祈福回乡的 认为积累精工是神仙种子 更有为王者超度 广结善缘 从而使自己功行圆满的 历史上流传到中国的种种宗教 能够在这片热土上扎根 并开枝散叶的 也多是些有独特修持方式的教派 似乎中华民族并不满足于 单纯崇拜宗教中的偶像 我在庙里跟随师父学艺多年 出师后 师父让我自己出去闯荡一下 以增长阅历和经验 历经三五年的时间 我跑遍了湖南湖北各地 结识不少道友 这一天 我在洞庭湖畔的湖南北部 想沿着东线往南走 看看有没有什么民间法师可以认识一下 湖南的地理特征比较复杂 四面环山 犹如一个大葫芦的形状 那时 京港澳高速 还没通 想坐车出省是个很难的事 湖南北部有一片南北走向的狭长平原 但又被洞庭湖阻断 东部是无尽的山巒 想去江西得绕到湖北 不然便只能靠两条腿翻山越岭 走上个把越 由岳阳到长沙这二百多里路的国道 就是湖南中北部地区最便利的交通要道 沿途有不少修车铺 饭馆和旅店 大早上 我背起行囊 沿着国道出发 正值初秋 气温刚刚好 我也不着急赶路 不紧不慢地走着 走了约末两个小时 我看到一个衣衫蓝绿的叫花子从我身旁穿过 走到我前面去了 看着这个叫花子 我心里突然感到一阵奇怪 平时叫花子都在城市里人流集中的地方讨钱 这国道上基本不会有行人 他到这里怎么能要到钱呢 但凡有点吃苦耐劳的品质 也不至于年纪轻轻地就做叫花子 他若是在乡镇讨饭 也该是一副慵懒的模样 走走停停 为啥会走得这么匆忙 要是疯子傻子 不自觉地乱走也有可能 可他的步伐非常稳 完全不像是有智力缺陷 看他的模样大约是三十来岁 浑身都脏兮兮的 衣服上到处是破洞 仿佛是拿了块破布裹在身上 长发梯间也显然是很久都没洗过了 我以往所见所有叫花子都差不多是这个打扮 实在也想象不出他有别的什么身份 出于好奇 我暗中加快脚步赶了上去 跟他保持着大约十米左右的距离 叫花子似乎感觉到了 但丝毫不以为意 继续往前走 又走了半个小时 叫花子突然停下了 回头看了我一眼 朗不丁地问道 你一直跟着我干啥 他说话带着北方口音 明显不是湖南人 我也停下了 陪着笑说道 我在这路上走特别没意思 看你也是往南走 我就想着搭个伴 他表情也缓和了许多 说 搭吧 可以 你要去哪里呀 我说 我就是随便走走 想着到处去看看 也没什么目的地 我抖了抖身上的道袍 继续说 你看 我是做到事的 前几年在庙里跟师父学手艺 出师了 师父让我到处走走 见见失眠 他显得很高兴 说道 原来是同修啊 我们坐到那边去说吧 说着 他指着路边的一片树林 虽然天气已经不那么炎热了 我跟着他快步走 也出了不少汗 就跟他一起到树林里找了棵大树 背靠着树干坐在地上乘凉 这时候我才发现他头上带着个铁圈 只是这个铁圈非常细 藏在乱糟糟的头发里 远看根本看不见 我好奇地问道 你刚才喊我什么 同修 你也是做到事的呀 叫画子笑了 说 不是 我是羞头驼的 我突然脑袋里浮现出了许多电视剧的画面 说 我想起来了 鹿顶记那个电视剧里面 有个胖头驼和瘦头驼 就是你这个打扮 也是头上带了个铁箍 头发长长的 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叫头驼就行吗 他说 我苏姓何 你叫我何行者就行 我又问道 我突然想起来 水浒传里面的武松和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 头上好像也带着这么个孤 武松外号叫行者武松 孙悟空也是说自己是孙行者 跟您这个是一回事 何行者说 头驼是一种修行方式 因为要到处走不能停 所以也叫行者 主要是绞行 这种修持法 一般都可以叫行者 我说 我一开始还以为你是个叫花子呢 原来您是修行人 实在抱歉啊 何行者自嘲地笑了 说 我们其实跟叫花子也差不多 到处要饭吃 不结婚 四海为家 地荡床 天当背 就是北方冬天太冷 入秋了我 这才想着往南走 到南边过冬 我说 你修了多少年投驼了 有什么心得体会没有 或者有什么独门秘法吗 何行者说 我可能资质比较愚钝 也没得到什么体会 从我21岁开始 今年我29 已经走了8年了 我不禁暗暗钦佩 说道 那兴趣是光顾着走了 没停下来思考思考 多认识认识人的缘故 何行者摇摇头 说 修投驼不能在一个地方停超过两天的 投驼记一共12条一者 在阿兰惹处 二者 长行起始 三者 次第起始 四者 受以始法 五者 节量时 六者 忠厚不得引降 七者 着臂纳一 八者 但三一 九者 种坚柱 十者 树下指 十一者 陆地坐 十二者 但坐不卧 我对何行者充满了好奇 说 我从来没听说过你这样的羞耻 能不能跟我多讲讲 这个十二界是什么意思 我接触的跟佛教有关的人比较少 何行者似乎很乐意给我普及知识 说 没事 我讲给你听 第一条的阿兰惹处就是远离人群的地方 投驼行是苦修 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无依无靠的境地 不能总在村子里让人接济 至少要离村里有三里路远 去村里画些饭是可以 但不能在村里借宿 第二条和第三条长行起始 次第起始 就是对我要饭的要求 不能看见谁家的房子好 就专门去谁家画园 一般就是进了村从第一家开始 要到什么就吃什么 不能挑挑剪剪的 也不能浪费 第四条和第五条是吃饭的要求 一天只能吃一顿 也不能吃得太饱 如果要来的饭食多了吃不完 就可以再不吃给小鸟 畜生 虫子 不能留着第二天吃 第六条 中后不能饮浆 很简单 就是我们吃饭不能超过中午 所以只要过了五十 就不能喝粥 或者水里有米粒 面粉 菜叶的汤 第七条 第八条 这个你做到时应该是知道的 避纳衣和你们的百纳衣是一回事 意思就是 我必须得穿得像个娇花子一样 找别人扔掉的衣服穿 我自己最多只能有三件衣服 第九条 第十条 总监柱树下指 就是看见坟地和树了 才能停下来休息 要求修投投行的人经常住在坟地里 看见这些过失的人 能够勉励自己放下执着 努力修持 在树旁休息还有讲究 同一棵树不能逗留两天 害怕自己起了倦怠懒惰之心 留在一棵树下面再也不肯走了 最后两条也是对晚上睡觉的要求 休息的时候 尽量保持坐着 不能随便躺 也是用这种方式约束自己 不要贪图安逸 听完的讲述投投界 我已经佩服的五体投地 说 你这天天在荒郊野外睡觉 在北方都是平原 可能没什么野兽 到南方来 有些山林里恐怕会有野猪 你要当心啊 核行者冷不丁从怀里 掏出个脏兮兮的原版来 说 这个你认识不 我接过来仔细看了看 这原版看起来是个铜钱的模样 但比明清时期的铜钱又大了一倍有余 正反两面刻的 全是道教的会令 比较粗糙 应该是手工制的 我问道 我没见过这个 你也学过我们道教的会令吗 核行者说 我不会 这是我在湖北的时候遇见个云游道人 我往南走 他往北走 我去南边是过冬的 他去北边 是看看有什么大庙可以挂单 他也是说 我从北方去南方 怕是容易在山林里遇见些野兽 就送我这个 可以放身 我说 我是修头脱行的人 不能接受财物 那云游道人说 这个玩意也不值钱 常人拿着毫无用处 只要身上带着这个 就不怕有野兽来袭击 他不在野外住宿 所以用不着了 就想着送给苦修人 让我好带着 将来要是用不着了 再给别的有缘人 我依稀想起了点什么 说 我听我师父说起过 以前有很多道士一个人进深山里修行 担心遇见猛兽 就会用符咒 既连一味花钱 随身带着 就有防止猛兽的功效 不然 那些祖师一个人去山里 肯定有危险 可很多年前就没有道士再一个人跑到山里住了 名山大川都被开发成旅游景点 大青野兽也基本都灭绝 这个法子渐渐失传了 你这没钱 很有可能就是我师父说的这种 和行者说 那倒是能省不少事 我在北方见过最大的野兽也就是狐狸 黄鼠狼子 不用担心他把我怎么样 你们南方我这第一次来 还真有些担心 说吧 和行者将铜钱收起 抬头看了看太阳 说 差不多到得五十了 得去画些饭来吃 你是跟我一起画 还是自己带了干粮 我顿时兴起 说 我也一起得去画一画 看看能要道谢什么 你是挨家挨户敲门讨饭吗 和行者笑了 说 按以前的说法 偷偷要随身带着个西杖 进了村就挨家挨户站在门前摇西杖 如果人家听见声音 想不是就出来给我一碗饭 现在很少有人羞头驼了 大家估计也不知道 有西杖的声音 是头驼来画源 只好爱家爱户敲门 我一听也有趣 说 我们这边的习俗是省嘴待客 只要你是来客 不管是浇花子还是头驼 想要吃点东西 人家都会热情招待 认为这样做可以积功德增福报 只是我们这里许多乡亲们分不清佛教道教 我们这边的道士基本都是吃肉的 就怕到时候请咱们吃饭里面全是昏腥 你这苦修是不是还有不能吃肉的戒律啊 和行者摇摇头 站起身来 爽快地说 要到什么吃什么 没有那么多讲究 哪怕是饭里有虫 也照吃不误 国道旁边 处处是乡村 我俩往树林深处走了一阵子 便看见十来户人家 离我们最近的一处房舍 看起来有些破旧 门前有个月末四十多岁的妇女 正坐在珠椅上边框 和行者领先走到那妇女前面 身居一躬 说道 我是出家人 能否行个方便 施舍些饭事 妇女似乎有些懵懂 抬起头 操着浓厚的湖南北部方言说道 你说什么 是什么 我见状赶紧用方言说道 他是个和尚嘞 出家的和尚 问您花园 有没有饭吃的 妇女听懂了 赶紧放下手里的竹框 嘴巴一咧 微笑着说 有的有的 你们在这里坐一下 我去倒茶 说着 妇女拍拍身上的木屑 从门里又取出个主意 不多时就端出两杯清茶来 递给我和和行者 又紧无取忙活了 这下把和行者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说道 你们这里的人好热情啊 我细细打量这栋屋子 是个二层的砖楼 打扫得很干净 但从墙面来看 似乎是有些年头了 堂屋里只有一张老旧木桌 桌面 桌腿上都有了一层厚厚的包浆 墙面刷了白石灰 但隐隐有些发黄 在农村有洞二层小楼 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人家 可看着门前一地的竹框 我又总觉得这一家人似乎遭遇了什么重大的变故 想到和行者是个苦行僧 或许不该跟他讨论这个问题 便跟他聊了聊他这八年到处走的经历见闻 那妇人从里面端出两碗饭来 递给我和和行者 我结果一看 就是碗普通的白米饭 上面盖了些腌制的雪菜 还有一个包好的咸鸭蛋 走了一上午的路 我俩都已经很饿了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和行者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吃饭方面的讲究 抱着碗坐在竹椅上 斯文地慢慢吃 看着模样 倒有几分像是旧社会 大户人家的少爷落了难 等我进厨房去放碗筷的时候 看到妇人正在灶边的小凳上吃饭 我瞟了一眼 见他碗里只有米饭和腌血菜 推想着咸鸭蛋对他来说也许就算是奢侈品了 但他一个人在灶旁吃饭 显然是不愿意让我看到这场景 便假装什么都没看到 镜子走出大门 妇人出来的时候 手里拿着一把现香 充满关切地问道 你们是去南越进香的不 帮我去求个愿要得不 我此行没打算去南越 正要推去 何行者一伸手 把香接了过来 放慢了声音 说 你有什么心愿就告诉我 我去南越一定代为转达 这妇人又有些听不懂了 不停地眨着眼睛 疑惑地看了看我 我说 她的意思是 你要求什么事 就告诉她 她帮你上香的时候求一求 我又跟何行者说 他听不明白你这些文周周的词 本来就有方言障碍 你尽量说得简单一些 妇人说 哦 是这样的累 我男人前两年病了 也不晓得是什么病 就是身上没的一点力气 不能干活了的 天天吃药也不见好 现在家里就靠我一个人边框 实在是不好过来 想让你们帮我求一求 我男人以前是很能干的 挣钱盖了这个房子 我想让她尽快好起来 我以为何行者会满口答应 却见她突然把香放在了竹椅上 问道 你男人生病了 现在在屋里吗 妇人点点头 领着我们上楼去 一边上楼替我一边问道 怎么 你会治病啊 何行者说 不会呀 但是要一直吃药都不见好 是不是有什么中邪了的事情 你们做到诗的应该能解决呀 我有点不好意思 说道 我这才刚出诗 虽然符咒 法师我学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经验不足 这就好比是你有全套的雕刻工具 但离着成为雕刻大师还有很远的路 所以这不是才到处闯荡闯荡 要增长阅历吗 何行者说 那这种浑身没力气是什么原因呢 你之前有见过吗 我说 如果是身体的病 那原因就多了 这个我也不太懂 但我有个失地 有一次起床的时候 浑身动不了 跟瘫痪了似的 只能睁眼睛 吓得我们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 结果医生抽血化验了一下 说就是身体里缺甲 打了个吊针 又活蹦乱跳了 要如果不是身体的病 这种情况 我们这边叫犯煞 一般会有很多种表现形式 即使犯同一个问题 有的人感觉浑身无力 有的人身上忽冷忽热 有的人就是一直想睡觉 还有的会痛 但是这其中表现形式都是症状特别轻 一般用符咒 吃一碗水喝下去就好了 就算不吃水 时间长了 自己也会好 他就好比是生了肠病 人的身体里有自然恢复的能力 但他说这两年都没好 我觉得可能不是犯煞的缘故 正说着 我们进了卧室 见一个也四十岁上下的男人 正躺在床上 仿佛奄奄一息的模样 嘴唇 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血色 身体非常虚弱 朝我俩点点头 算是打招呼 何行者问道 医生说他这是什么病啊 妇人说 去找过好多医生 说的都不一样了 有的说是营养不良 要吃些好的东西 有的说是肌无力 开了些药吃 还有的说他是吃盐吃的少了 身体里有个什么成分含量低 反正都没治好 我说 那在这之前他都一直好好的 妇人说 是的嘞 他又蛮勤快 年轻的时候还是挣了钱的 才盖了这个房子 突然就有一天起床的时候 说头晕 站起身的时候还摔了一下 我就去请医生 我们这附近村里有个赤脚医生 他看不好 让我送到医院去 这些年 钱都拿来给他看病了 岳阳的大医院也去过 可是打针吃药 一点作用都没的 核行者问 他就只是浑身没力气 还有别的病症吗 妇人摇摇头 说没有其他的累 就是浑身没力气 只能躺在床上 上个厕所都很困难的 核行者说 听起来像是我们那边说的壮客 你觉得呢 我说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症状很轻 如果重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发神经的动作 手舞足蹈的 或者是满嘴说胡话 这个大哥好像又没这么重 但是轻症状 一般也不至于拖两年这么久 我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饭煞的程度很轻 我吃个水应该是能好 如果饭煞程度重 就要麻烦一些 而且主要是我判断不好他这到底算轻还是重 核行者对那夫人说 我是个修脚型的头驼 没有什么神通 但我走南闯北 这些事情还是见了不少 您要是信得过我 就请暂时回避 让我来给他检查一下 或许能有些主意的 我推了推核行者的胳膊 说 让你别说这些文啄啄的词了 大姐可能听不懂 我又指着核行者对夫人说 她是个出家的大和尚 你别看她穿得破破烂烂的 她是从北方来的 有他们那边的制煞的方法 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方便 能不能咱们两个先出去一下 让她帮你男人检查一下子 夫人连连点头 抓着核行者的胳膊说 那就麻烦你了 我俩退出卧室 关上了门 静静地等在外面 过了大约十分钟的样子 就听见核行者喊道 我找到了 话音刚落 核行者就一把拉开了门 招呼我和夫人一起进去 我看到床上的大哥 被核行者扒了个干净 只剩一条内裤穿在身上 被子推到一边 身体也让核行者给翻了个面 这块正趴着呢 露出了不好意思的表情 核行者指着大哥又推腿弯处 说 你们来 看着 我走近了 顺着核行者指的方向看过去 大哥的腿弯处 稍稍往大腿的位置 有个小骨包 我伸出手指头 轻轻地按了按 里面也是软的 我不以为意地说 这不是好多人身上都有的吗 那夫人也连连点头 说 这个一直都有的累 医生说叫什么脂肪瘤 说是良性的 不切也没事的累 核行者问那夫人说 大概是什么时候长的 起先就这么大 还是越来越大了 夫人想了想 说 就是送她去医院以后 做检查发现的累 我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长的 应该就是这两年 好像就是一直这么大 说着 妇人还用食指和拇指 圈成一个圈圈比划 核行者说 脂肪瘤应该会越来越大才对 我问您个事 就是这个脂肪瘤 一直都在这个位置 还是经常会跑 妇人说 经常不一样累 有时候在背上 有时候在胳膊 我说 不是 脂肪瘤应该是在同一个位置 大哥身上 怎么还会到处跑 妇人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 说道 大妇不是讲了良性的吗 那不就是好了又发 发了又好的吗 我有些哭笑不得 说良性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 不会发展成恶性肿瘤 让人疼了 出血啊 这样的事 妇人似乎听懂了 问道 那 这个会不会是恶性的 核行者说 应该不是脂肪瘤 我以前见过这个 就是中了壮科的人 身上会有这个小骨包 里面是软的 而且经常会换地方长 有时候一天就换个位置 有时候要十天半个月才换 我说 那你会治吗 核行者说 我可以试试 拿针来 妇人从柜子里取了个针弦包出来 把针递给核行者 核行者小心翼翼地轻轻按了按骨包 嘴里开始念念有词 只是完全听不懂他念了什么 突然 朗不丁的 核行者大喊了一声 你跑不了了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 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话音未落 右手捏着针 从侧面贴着皮肤 刺穿的那个骨包 又从另一边穿出来 动作十分迅速 没想到大哥顿时一个机灵翻过身坐了起来 表情十分痛苦地说道 哎呦痛死我了 大哥一边呲牙咧嘴 一边用手锤的床边 妇人惊讶道 你能自己起身了 大哥愣住了 似乎一时间忘了痛 说好像湿得凹 想突然睡醒了嘞 再看那骨包 顺着针刺破的地方 流出像水一样的液体 隐隐有骨恶臭味 何行者关切地问道 你试试看 现在能不能自己站起来 大哥略有些为难地说 这个针 可以拔出来了布 好疼得嘞 何行者说 现在还不行 你得等里面的水全都放出来 妇人关切地问道 你这就算是好了 大哥试着活动活动胳膊 说好像是好了 但头还有些晕 这个针的有蛮痛 好像一下子刀给扎醒了 可能摸了电门 就是这个感觉 我说 那我跟你画刀符 巩固一下好了 一开始我也担心 你这个不是犯杀来 我都不知道怎么搞 他有办法给你确定 这个情况就好办了 何行者说 你把这个针留在腿上 让他慢慢把水放出来 有这个针 他就没办法再跑了 水放完以后拔下来就行 那夫人满心欢喜 说什么 也要留我们一起吃晚饭 何行者推说 他要吃头脱戒 过了中午就不再吃饭 俩夫妇又殷切地看着我 我不忍心伤害俩人的一番好意 说 那我替他吃吧 大哥很热情地说 我们房子旧了点 如果不嫌弃 还是住一晚上再走吧 我又跟何行者说 那要不就今天在这里歇一晚 明早再走 何行者说 也好 到下午的时候 大哥已经能起身下地走路了 我给大哥画了一道符 让他随身佩戴 夫妇俩很高兴 特地拿出些钱去买肉 想着一起吃顿好的 庆祝一下 我和何行者没什么事做 便聊起他以前的经历来 我很好奇 为什么何行者一直说话很斯文的 似乎懂得不少 原来何行者本是个大学生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家里条件很不错 他读书 读到大三的时候 突然接到亲戚的电话 这才得知他 父母在家中煤气中毒 一起死了 他匆忙赶回家中 跟着亲戚一起把父母 送到殡仪馆火化了 他本来就是个修佛的爱好者 以前读了不少佛经 顿时觉得人生无常 想着心里已经无牵无挂了 对生活物质方面又没什么享受 不如干脆做个绞性的投驼 兴许能悟出些什么 接着 何行者根本没通知学校 把家门锁好 就穿着自己一身衣服上路了 一直不停地走了八年 衣服鞋子破了 就去垃圾桶里翻 好在现在有不少人 把这衣服就鞋子直接扔掉 饿了 随便找个人家 大家看他是叫花子的模样 虽然年纪轻轻的 但他只要吃的不要钱 也愿意施舍 头发长了 地上剪块碎瓷片玻璃 胡乱搁一搁 走过了不知多少地方 这八年里 却没再见过一个同行 恐怕真的没人 再用这样的方式苦修了 何行者本身性格很洒脱 这八年没悟出 什么大道也不在乎 晚饭时 大哥大嫂很兴奋 不停地感谢我们 帮了他的大忙 这下身体恢复了 又能出去打工赚钱了 何行者没吃 就坐在桌旁一起聊天 大嫂安排我俩各住一间房 奇怪的是 何行者这一次没有拒绝 我们就各自到房间里睡觉了 没想到 半夜时分 何行者轻轻推开我的房门 叫醒了我 我问他有什么事 何行者说 我不能在房里睡 还是得去树下面 只是怕大哥大嫂难堪 所以没说 你好好休息吧 明早天一亮 我就继续往南走 就不喊你了 你明天跟大哥大嫂说一声 我一定去南越烧香 帮他求一求 以后平平安安的 我知道何行者持戒很严 这是恐怕没得商量 也不好再强留 赶忙披上衣服 跟着何行者走到大门前 想送送他 何行者挥挥手 说 回去吧 有缘会再见的 说吧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站在大门口 趁着月光 看何行者的背影越来越远 终于消失不见了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